小朋友经常在校园里头跑跑跳跳 不过在台中市却因此发生了要命的意外 一个本来患有多重障碍的何信国中学生 在走廊上被奔跑的同学撞上 当场就跌倒受伤送医 而医生当时检查没有大碍 没有想到他回家之后不久 突然内出血死亡 他的父亲向这个撞人的同学家长 求偿六百多万 但是法官却认为 无法证明死亡原因 跟同学碰撞有直接的关联 所以只判赔一千六百五十块钱的急救医药费 死者家属难以接受 表示要上诉到底 照片中的何小弟患有过敏性弃传等多重先天性疾病 不过父亲拿出出席记录 证明国小六年下来 几乎天天到学校 身体状况应该没问题 没想到却因为被同学撞倒在地 导致内出血送命 他撞到人没关系 跟他撞到人没英国的关系 不过是好好的人 好好的人 他在家里内出血 胜腹部内出血 胜腹部内出血 胜腹都死亡才不可能 时间回到九十八年七月 当时何小弟独自站在走廊 另外一名灵性同学在走廊崩跑 不小心撞倒何小弟 尽管送医检查没有明显外伤 医师也让他出院回家 却在六个小时之后 突然内出血回天乏术 事发之后和爸爸向撞倒儿子的灵性学生家长 求偿六百三十四万 不过台中地院判赔一千六百五十元 让他实在无法接受 我竟然我勤迦东山 我也是一定要想撞到底 我要投这个工作回来就对了 我不甘愿了 用一般人 谁在一般的客观观察 有这个原因就有这个结果 是一个前提要欠 如果有这个原因 不必然发生这个结果 就不必然是要被认定因果关系 法官认为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 何小弟是因为被林同学碰撞 导致死亡 因果关系无法成立 认定林同学这一方不需要付损害赔偿责任 只需要付急救的医药费 而校园意外导致学生家属对簿公堂 校方低调不愿多说 只表示会对林姓同学做心理辅导 接着林健生彭幻群 台中报导